续语著作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第三册 知道对问道 虚菩提的金刚精化术 魏林问 老师 有非有非非有和空非空非非空 其实要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是表达用字不一样而已 对吗 还有 想非想非非想也是同出一处 续语答 网友看见你本尊 问 你是魏林吗 你答 我是 我不是 我是又不是 所以我是 是的是身份 不是因为魏林只是一个代号笔名 你有自己的本体 但你的本体在演绎魏林这个身份 过是又不是 想是有为的思 非想是有为的不思 即人为的压制思与想 非非想是在随的状态下观思想的起落 思与想就像风雨翻的舞 动的是观者的心 冷眼旁观着思想的飘摇 就是自然的空明 谢谢老师 这貌似是一个真理公式哦 《金刚经》中 须菩提不停地用着话术 我说第一傲益 实非第一傲益 故名第一傲益 是尊 实非是尊 明是尊 于无上正法 实无所言 故名无上正法 空与有 在我们看来是二元对立的状态 套用了这个公式 空和有的区别就模糊了 《金刚经》中 须菩提装傻 对答佛陀 论空 我空 人空 相空 法空 色空 五层傲益 佛说法中无法 守受依法者便是空性 直空为魔 也是颠倒梦想 昨天有朋友留言说 入定后一片虚无 那就是修行进入了 制空期 这时不要慌 也不用急着找出路 安住在空明中 锻炼自己的定力 真法 皆是模棱两可 似是而非的 人们渴望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 然后无脑秉持 要知道在无常的大一统的混沌中 一旦固着在某一认知与状态 随即就会变为偏执 而失去了应有的弹性与中正 铺陈与经历 历经与思考 都是必须的 这样才能有可品味的资粮与素材 供自己成长 故而一定要感谢那些提供了助援的人 西语资料发布平台 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 请见图示西语社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